这是仅早第二起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爆炸案 FBI迅速介入 行为分析部负责及时找出凶犯 小组里摩根是唯一有枪管局背景的人 根据现场发现的炸弹碎片来看 是装在纸箱里的管状炸弹 利用水银起爆 只要包裹略微倾斜就会引爆炸弹 所以不可能是快递邮寄 得炸弹客亲自把炸弹放过去 虽然不至于达到恐袭的程度 但媒体一煽风点火 恐慌情绪还是蔓延开来 BAO小组必须尽快找出这名炸弹客 更搞心态的是 直播中记者后方不远处的车又炸了一辆 令摩根担心的是 资深测写师吉迪恩能否胜任这次任务 因为就在不久前吉迪恩才商誉归队 去年他在波士顿的一次连环爆炸案中 被一个高智商炸弹客欺骗 导致除自己外的六名队员丧命 这几乎成了他无法走出的心魔 这次又于炸弹客 摩根担心吉迪恩被心态影响重蹈覆辙 但组长霍奇态度坚定 他相信吉迪恩 飞机上小队分析了死者资料 受害者之间没什么关联 有老人 有家庭主妇 有地产投资人 动机不明 只能从头开始捋常规炸弹客的特征 多位男性独来独往 有犯罪前科 50%爆炸案都是蓄意破坏财产 经常有炸弹客不小心把自己炸死 三起爆炸案中 只有第二起不是在家门口发生 受害人叫凯勒曼 是地产投资人 他出门时 在厨房阳台看到一个包裹 以为是自己网购的办公室兰花到了 就准备带去办公室 然后刚往车里一放就炸了 他是唯一一个没被炸死的人 摩根这边 仔细检查了现场发现的炸弹碎片 发现是精密的罗文管炸弹 这种炸弹制作时只要烧不留神 就可能把自己炸死 但相对其他安全的炸药威力更大 所以炸弹客的意图明显不是破坏财物 表达政治立场什么的 他就是想杀人 虽然凯勒曼是受害者 但BAU小组依然申请了搜查令 对他家里进行了细致的搜查 还真发现了一个简易炸弹工具箱 里面还有一本无政府主义之有的书 不过根据吉利恩在医院的探访 凯勒曼不具备炸弹客的性格特征 可那个工具箱是怎么回事 埃尔发现凯勒曼有个住在德克萨斯州的12岁侄子 上周才从他家回去 12岁这个年纪比较喜欢炸东西 让那边的警察一问果然是他的 明显这次的水银开关炸弹他做不出来 摩根这边怎么也组不上炸弹的最后两个碎片 直到加西亚一语惊醒梦中人 从这穿过去呢摩根恍然大悟 他知道炸弹是谁制作的了 那个人还在联邦监狱服刑 正是去年波士顿爆炸案中的炸弹客贝尔 所以这三起爆炸案要么是贝尔指使 要么是有人在模仿作案 吉利恩直接进入测写程序 炸弹客具有非对抗性人格 就是那种你走路不小心撞了他 他也会先道歉那种 水银炸弹难度不小 说明他智商不低 可能从事某个技术工种 本案中的炸弹客有指向性的杀人 要么是复仇 要么是掩盖罪行 吉利恩决定去监狱找贝尔谈谈 摩根这边又得到新证据 根据爆炸残留物成分检测 用的材料成分甚至罗文型号 都与贝尔用的一模一样 可以确定他就是在模仿贝尔 亚特兰大联邦监狱中 吉利恩开门见山直接告诉贝尔 有人用了他去年同型号的炸弹 贝尔只是嘲讽了 棕驴滩炸弹客这个名字太逊了 然后再也不肯配合 甚至接了吉利恩去年的伤疤 去年贝尔在吉利恩的劝说下投降 但身上藏着引爆遥控器 6名FBI紧仓库解救人质时 作为反社会人格的贝尔 一个没忍住按下了引爆按钮 他嘲讽吉利恩 明知道他的秉性 为什么不搜他的身 吉利恩表面负气而走 却暗中让瑞德监视拦截贝尔的所有通信 就算之前贝尔没参与 现在他肯定十分想加入其中 瑞德很快致电了技术部 加西亚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 瑞德发现贝尔一直在上网 而且绕过了图书馆的防火墙 还有一个新邮箱 于是加西亚果断给他发了一封病毒邮件 因为瑞德告诉他贝尔是阳尾患者 所以标题是 短小不硬不用愁 摆开水加一物 让你夜夜生猛如老虎 贝尔当时就上套 点开了病毒邮件 于是全部行为都被监控 半小时内除了浏览了六个色情网站 还在一个炸弹爱好者网站发了一封帖子 警告有人要搞他们 加西亚立刻调取了过去一个月 在该网站留过言的用户名单 但是IP地址没有在送滤滩的 不过其中一个叫沃克的古董商 引起了几点注意 此时沃克正在工作室组装炸弹 艾尔正在沃克的妻子带领下去见她 因为艾尔发现第一个被炸死的老妇人 从沃克手里买过收藏硬币 但是老妇人给硬币上保险时 却被告知硬币是假的 所以她有理由怀疑 沃克被老妇人找上门后灭口 或其得知沃克去过那个网站后 立刻意识到不妙 赶紧通知艾尔有危险 电话接通瞬间 沃克开车从车库冲了出来 艾尔一个闪身躲开 沃克那两百斤的老婆直接被撞飞 抢管局立刻全市通缉沃克 工作室里一台电镀机夹着一枚硬币 沃克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篡改硬币日期 然后高价卖给收藏爱好者 接着他们发现了关于贝尔的新闻报纸 以及他仿造贝尔同型号炸弹的零件 经过警方调查 沃克造假金额高达数百万 一旦被揭发至少要接近20年 所以老妇人说出要揭发他的话后 他就做了那个炸弹炸死了对方 后面两起爆炸完全是为了迷惑警方的判断 这时一名年轻人走进了警局 身上还绑着沃克制造的炸弹 就在刚刚沃克持枪逼迫人质穿上这个炸弹 进来给警方传个话 给他准备出国护照 还有一架直升机 不然就引爆炸弹 所有人都吓得要死 吉林让大家镇定 先让炸弹专家给炸弹拍照弄清楚结构 结果很不乐观 沃克是个高手 炸弹精密又复杂 贸然拆除很可能会直接爆炸 用X光查找出发器到底在哪倒是可行 但炸弹倒计时还剩三小时 时间上来不及 外面核枪实弹的特警已经就位 狙击手发现沃克就在接对面的写字楼里 BAO小组立即制定突袭计划 但埃尔觉得不对劲 沃克好像是故意让他们发现的 霍奇说 炸弹客都是诺夫 一旦觉得走投无路就会投降 果然 当沃克被枪指着 并明确告知他不可能放他走时 他怂了 主动把手枪扔了过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摩根发现了贝尔前两天发给沃克的邮件 上面写着 我唯一后悔的就是投降 要被关在笼子里度过余生 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吉迪恩瞬间明白沃克的目的 大喊让所有人离开那里 果然 沃克引爆了他身边的另一个炸弹 好在BAO小队执行命令坚决果断 在三秒内全部撤离 没有人员伤亡 沃克死亡 指望他投降过来拆弹是没戏了 吉迪恩想到了贝尔 可贝尔提出的条件是 让他去精神病院服刑 还让吉迪恩跟他认错 承认博士顿那次他栽在自己手里 为了救人质 吉迪恩同意了 他把一切都写在了两人之间的协议上 贝尔又要求他亲口说出来 吉迪恩照做后 炸弹时间只剩4分钟 贝尔来到安全房外指导拆弹 只要炸弹被顺利拆除 他就能离开牢房 举精神病院享受后半生了 时间还剩40秒 面临捡红线还是蓝线的抉择 贝尔给出的答案是红色 吉迪恩反复跟他确认是红色后 告诉拆弹员捡蓝色 贝尔脸色大变 果然剪断蓝线后计时器停止了 贝尔再次被关回了牢房 吉迪恩终于搬回一城 他不会在一个地方摔两次跟头 贝尔这种罪犯追求的是情感释放的快感 给他无数次机会 他都会选择引爆 所以只能利用不能信任 好了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剧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